老爷,老爷,老爷有新消息了 AMD锐龙4000级系列桌面APU将首次采用7nm工艺,0.2架构,这已经毫无悬念了 可AMD一直没有给出具体的发售日期 如今在厂商韩语宣传资料中,可以发现新4000系列锐龙桌面APU的英文字样 至少等待APU的老爷有指望了 下面是型号和规格 锐龙7 4700G 8核心16线程 二三级缓存4MB 8MB 主频3.6-4.45GHz 集成GPU VEGA8 2100MHz TDP 65W 锐龙7 4700GE 8核心16线程 二三级缓存4MB 8MB 主频3.1-4.35GHz 集成GPU VEGA8 2000MHz TDP 35W 锐龙5 4400G 6核心12线程 二三级缓存3MB 8MB 主频3.7-4.3GHz 集成GPU VEGA7 1900MHz TDP 65W 锐龙5 400GE 6核心12线程 二三级缓存3MB 8MB 主频3.3-4.25GHz 集成GPU VEGA7 1900MHz TDP 35W 锐龙3 4200G 4核心8线程 二三级缓存2MB 4MB 主频3.8-4.1GHz 集成GPU VEGA6 1700MHz TDP 65W 锐龙3 4200GE 4核心8线程 二三级缓存2MB 4MB 主频3.5-4.1GHz 集成GPU VEGA6 1700MHz TDP 35W 在另一份关注主板芯片组宣传的材料中 除了已经知晓的X570 B550 B450 A320 还出现了一个新的A某某主板 和入门级的A320并列在一起 看着像是定位低端市场的 我们暂且先称为A520主板 虽然目前锐龙4000G桌面 APU和A520主板的具体发布时间依然不详 但有这样的宣传材料流出 说明发布时间肯定很快就到来了 那下面的事情就拜托各位老爷了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